大陸 好对岸现在是在山东 山东这边发现了不明飞行物 这个不明飞行物 据说它的位置就在山东这附近 距离什么很近 距离渔池海军基地很近 那什么样的一个飞行物呢 他们很明确的有民众拍下了这个飞行物 他就讲了 这个飞行物怎么跟美国在研发的侦察气球 长得一模一样很像 还说了美军那个时候他们自己有讲 说这个是高空的装器装置 里面还可以做AI的演算法 收集情资 还可以追踪高超音速的武器等等 而地点我们刚讲渔池海军基地 什么地方 辽宁舰的母港 所以他们就在讲说 出现了这样子的地方 接近我们的军港这么近 是不是应该要把它给打下来呢 好 另一个地方则是深圳了 深圳大陆网络上面在传 说晚上夜空当中也出现了不明的飞行物 甚至说黑龙江的上空也出现了神秘光影等等 大家开始不约而同的抬头看天空 但是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不同的飞行物 目前大陆的国防部 他们发言人唐克菲 只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山东这个确实他们是有看到的 但是要怎么样来处置呢 当时美国打下他们的所谓间谍气球 美方说的间谍气球的时候 他们的回应是 他们保留使用必要手段 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 当时美方的反应过度 现在让大陆的这一些网友们 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当他们说 你看看中国上空出现这个 疑似跟美国研发侦察气球 长得一模一样的飞行物 打下来事关国家尊严必须对等还击 还说这一次要高调一点 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则说了 说其实就他们的统计 只有去年光光去年 美国气球就已经有十多次 非法的飞越中国领空 还指称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间谍惯犯 还有监控帝国 好所以这一连串的下来 到底最后会如何来处置山东的这一颗 所谓的不明飞行物 大家都很关注 有说他打下来了 但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资料 可美方这边 他们已经讲有进步讯息了 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打下中国间谍气球 说关键的感测器 找到了 同时15号FBI就要公布调查结果 那你会问上个周末不讲了 还有三个不明的飞行物 现在到底那三个是什么东西 他们的国防部长Austin讲说 目前知道的是 跟之前几落的中国气球非常不同 换句话说 这个不是中国来的咯 那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有意在缓和僵局呢 原因是因为 现在接连的几落不明物 让对岸呢 大陆方面其实非常的不开心 中美有人说了 这个已经升到了另一个危机高度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收尾了 而且呢他们也说 现在要强调那三个不是中国气球原因 是因为他要表明 我对所有的气球都是一视同仁 我不是针对中国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势 或者是作为 大家很关心 原因是因为军演又来了 好大陆方面呢 他们是在黄海这边做实弹射击的军演 而美国呢则是在南海这个地方 进行整合远征打击力行动 所以呢双方又开始军事操练 与此同时大家也要问 因为气球 所以布林肯本来要反华型的 现在突然喊咖 目前最新传出的是 有可能15到17号这个慕尼黑会议 有可能他会跟王毅见面 见面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再谈上个两句 不要说只是打电话针对气球 能够把情势给和缓下来 美国国务院说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但是呢专家也就是这位 美国的前亚太助亲叫罗素 罗素就讲了 其实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 会跟王毅碰面啦 不然也是G20的外长会议的时候 会好好的讲一讲 同时还说 基本上布林肯一定要去北京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他要把跟台湾 还有俄罗斯有关的讯息 直接会晤习近平 面对面的告诉他 大家就要问了 罗素是前亚太助亲 会不会是这个时候 国务院这个时候 想要表达一些讯息呢 毕竟美方现在好像 比较想跟中方的官员谈话 像是叶伦就讲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势 我还是想要去大陆访问嘛 那中国外交商务部呢 就已经讲了欢迎他来 当时呢他跟这个刘鹤 也就是他们的副总理在聊的时候 还特地转机飞去瑞士 好好的跟他讲 那个时候还说 讲三个小时都还不够 要不是要赶飞机 不然会讲更久 美方跟中方之间 目前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 来预防委员 因为现在又传出了 不是美国有不明飞行物 是大陆 中国有不明飞行物 然后这个可能是来自美国 如果中国大陆把它打下来 就不一样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要这样讲 就是说你看最近这一期的 亚洲周刊 他讲得非常的确实 从2002年到2016年 才不久以前 2016才不过67年前而已 美国对俄罗斯所实施的 卫星的 不 气球的这样的一个 情报采集 一共进行了196次 然后俄罗斯对美国进行几次 91次 所以你看得出美俄两国 都用高空气球 来收集对方的情报 那你说这样的情形 会不会用在别的国家 我的意思说美国会不会也把这个 用到对中国大陆做情报的采集 或者其他的国家 譬如说像北韩 对不对 那俄罗斯会不会对乌克兰 或是其他的东欧国家 用高空气球来采集情报 一定会有的 因为这个东西为什么 以前不会很忠实 因为它无害 你不会放个武器在上面 然后掉下来爆炸 就像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的高空气球 到加州引起极其的 这个森林否灾一样 不会这样 你来了你走了就这样 反正说你不用气球来采集情报 你也会用这个YouTube 要不然你就可能会用这个 低轨的这个间谍卫星 所以反正你都会来 反正你对我无害你来了你走了 你就算了 也不想搞得大家太难堪 因为你这样搞我也这样搞 我批评你 你也会批评我 所以就说那就算了 就这样子 那只是美国这一次 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照片跑出来了 所以拜登政府觉得很没面子 要共和党用尽全力 用这个借口 说你就对中国大陆软弱 所以他一定把你挤下来 而且果然被他挤落了 就这样子 所以你中国大陆现在 你除非你把美国的气球 也挤落 否则你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政治会说话 但是美国自己心里有数 因为中共这样干 你自己也这样干了 所以你自己心里有数 所以美国也不想搞得 太难堪的原因在这里 我认为到最终 他们还是会坐下来会谈 这个气球事件 因为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这个东西就是来了 然后也会走 大概就这样 因为大国之间 你再怎么样 你还是要坐下来谈 这给民进党其实也是上一课 美国会做到论 闹这么严重 间谍卫星都被打下来 间谍气球都打下来 人家还是要谈 也有人还是要去 那我们自己跟中国大陆 还没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坐下来谈 何况大家也同分同种 好 其实现在很多的问题 就像刚刚预方委员讲的 除了说是不同政党之间的 政治问题之外 还有就是来自民间的压力 因为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好 我们刚刚讲到了 说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山东的飞行物 好 这个是民间 这个大陆的网友拍到的 说你看既然有飞行物 这就跟这个美国的侦察气球 不很像吗 还有什么 还有你现在看到的 深圳飞行物 这也是民众所拍到 放到微博上头 他们就讲了 奇怪 黑龙江也有飞行物 深圳也有飞行物 山东也有飞行物 所以拉老师 大陆的网友的讲法就是 你看我们也出现了不明飞行物 这个事关国家尊严 必须对等还击 好 这样子的一个往来之间 大家才会再问奥斯汀 那上个周末呢 他马上讲 那个跟中国气球不一样 是真的有想要缓和气氛吗 首先我们要看 因为本来国与国之间 相互收集情报资料是一个常态 盟国是如此 敌对国更是如此 但是一般来讲都会去估算 那个情报收集的方式方案 有没有具有高度的军事威胁 或者是有没有具有挑衅性 一般都是会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 所以气球的一个侦查 情报资料的收集 其实一直都是有在进行 您刚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 都有在进行 只是说因为 它的威胁性比较低 所以通常也就是让它过去 也都不会去把它做炒作 但是这一次的这一颗气球 中国大陆已经明确的告诉美方 是民间的机构 是气象用的飞艇 是偏离跑道 这个部分里面已经讲得很明白 所以不是军事的气球 但是很明显的美国 确实是过度反应了 所以把中美的关系搞得更糟 本来之前有人说是回软的一个迹象 其实没有 如果有回软的迹象的话 布林肯早就接到通知 邀请到大陆去访问 但是您看2月5号 6号 布林肯要去大陆访问的消息 中方从来没有正式的 所以美方的国务院 也从来没有办法正式的公布 说2月5号 6号 布林肯将要到大陆的哪一个地方 去访问都没有 都没有正式的访问 这代表什么 彼此之间的氛围还没有到回软 这样的一种情况 布林肯事实上是随时在待命 要到大陆去 很明显的他就去不了了 而且他也就被民粹主义 被他的在野党 共和党 把他政治炒作到 他自己也下不了台 自己变成阻止自己不去 自己阻止自己不去 那就当然造成了 后面的所有的沟通都断了 因为是他自己不去 因为也没有人邀请他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就很难看 我为什么会说罗素的讲话 我不太信任 原因很简单 如果真的要讲到 重大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理论上讲应该是苏利文去 如果说要见到习近平 要直接面对面 跟习近平传达拜登的意思的话 那理论上讲应该是苏利文 而不应该是布林肯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因为布林肯的同事是秦刚 而不是王毅 那跟王毅打对手的 应该是苏利文 也就是过去苏利文跟杨洁篪 然后布林肯跟王毅 的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在模糊这个情况 罗素的手法 是故意的在模糊这个情况 那更何况 你如何直接去传达讯息 你要下爱的每顿书 你要当着习近平的面 要去威胁他 恐吓他 说你如果对于乌克兰的事件 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美国人将怎么样怎么样 中国大陆会让你有这个机会 也会让你有这个条件吗 这个简直是笑话一个 讲到这里那就是什么 美国把自己膨胀太大了 你看到现在为止 布林肯能不能够在 慕尼黑安全会议见到王毅 是 中国大陆这边 怎么可能帮你安排 那就变成你美方要主动去安排 要去租会议室 但是问题是在于 你现在的氛围下 你能敢租 能租吗 所以我估计如果布林肯 要见到王毅的话 除非去赌他 不然的话你见不到 也不会巧遇去赌 因为王毅不见得还要跟你见面 所以他一定要是抢赌 是 来 庄姐 中美这个气球事件 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这两国之间关系 已经非常的脆弱了 其实这颗气球 就军事上面来讲 不管你有没有侦察功能 其实你要击弱他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划不来的 拜登在1月28号 就已经知道有这么一颗气球了 他故意视而不见 他希望说过去就算了 结果没想到被老百姓看到了 老百姓看到以后 就吵起民粹的问题 因为美国现在民众 对中国来讲 他心里头有一种恐中症 他就变成民粹的问题 再加上共和党在旁边跟着炒作 就接连通过好几个 不管是谴责中共的法案 或者是说制裁中共的一些 民间企业 就炒成一种政治事件 因此后来讲 紧接近看连续的几天 美国都不停的在 美加上空击弱各种不明飞行物体 之后如果说 你是不是有那么多的飞弹 去打这些不明的飞行物 另外我们看中共在黄海的演习 跟美军的操演 我们军中有一句话 就是你到我家来 我就到你家去 你美军到南海这边来 到我家这边来演习 我就到你黄海 威胁你日冷的侧翼 到你那边去黄海来实施这个演习 你到我家来 我到你家去 气球也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是中美双方 在军事上的一个 对抗的一个 很明显一个具体的事实 嗯